大师威震话谈 大力在创天假 自立晚报社会万象 2000年11月26日星期日 台北逊众所瞩目创下世界中国画史在世画家最高成交记录 世界知名及佛法和艺术于一身的易云高大师 再次以大力王尊者之作品《剑上图》刷新了他自己所创下 打破世界在世画家的最高价位 此次由英国画商以新台币6700多万元落锤架 掌声雷动 久久不止 易云高大师所获得的殊荣更加深人们对西元2000年的深刻的印象 珍藏提供了以下各项事实的证明文件 今年3月8日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和旧金山市政府根据大师各行一别的金市成就颁布2000年3月8日为易云高大师庆祝日 并获美国及世界他国92所大学的荣誉博士和教授之位 这在全世界华人历史上是最高荣誉 同年5月12日在台北游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召集了全球416个佛教组织、协会、寺院共2137位高森大德推举易云高大师为显密原通的正宗佛教大师 易云高在台传人直出 艺术无非是艺大师在佛法里面沧海滴水而已 正因为他是显密原容无碍、五名圆满的法王级大师、五名之一的功巧名 使艺大师在艺术书画上的成就之高前五古人 今年5月28日珍藏国际艺术公司以艺大师艺术威正图创天价以每平方寸为美金455元卖出 震撼了整个世界话谈 昨天珍藏国际艺术公司又在举世惊叹中拍卖了这幅大力王尊者 更加证明了易云高大师的技法、风格及品类真是全面性的格高尽大 中国教科文国化研究会顾问周颖南早在艺县基以绝版的易云高大师画集的序言中指出 易大师能以几十种不同的技法 无论是山水、人物、走兽、花鸟、鱼虫等 不管是工笔、写意、泼墨、无所不经、无所不通 无一不是具有真实的传统功夫而创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